陈某人播讲 托梦 托梦一直是电影当中的桥段 在民间 托梦是指一些有善意的鬼神 会刻意的出现在人的梦中 以梦境的各种场景来展示 来预知鸡穷祸福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述两则 关于托梦的小故事 一 这是五年前发生的事了 清明节的时候 全家人一起去扫墓 这期间呢 我去了一趟公厕 但是在回家的途中就开始发高烧 昏昏沉沉的 到了家之后 当天晚上 我就梦见了一个老太婆 穿着灰布的衣服 特别朴实 她说她叫李美凤 年轻的时候就死的丈夫 受了一辈子的活寡 有一儿一女 现在都在外地工作 很少回来 她非常想念他们 说着说着呢 她就开始哭了起来 说现在住的地方 好多人都欺负她 她快要被赶出来了 醒过来之后 我把这个梦 跟大家都说了 妈妈思索了片刻之后 就告诉我说 好像我们以前住的那 木棉厂的家属圈里边 有个邻居老太太 叫李美凤 又想着从墓地回来之后 我就高烧不退 妈妈呢 就怀疑是不是 招惹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呀 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呢 于是我妈妈当时带着我 又去了一趟公墓 在花名册里边 果然就找到了这个叫 李美凤的名字 问了管理员 说这李美凤的家人 已经很久很久 没来扫过她的骨灰盒了 然后我们一起来到了李美凤 放骨灰盒的地方 竟然发现那骨灰盒 快要从上面掉下来了 一看骨灰盒上的照片 竟然跟我梦里边 梦到那个老太太 一样一样的 难怪她告诉我说 好多人都欺负她 她快被赶出来了 经过妈妈的回忆 证实了李美凤 就是原来在老房子里边的邻居 当时年轻的时候 老公出了车祸死了 守寡守了一辈子 她确实也有一儿一女 惊人的相似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李美凤 竟然能够梦到她 而且还能托梦给我 说了她的一切 真的这件事太不可思议了 这好像就是电影当中 所谓的那个 亡灵托梦吧 二 这是发生在 2014年情人节的那天 那天中午我正在睡觉呢 就梦里边梦到我朋友打电话给我 叫我一起去参加派对 当天全程大走车 情人节嘛 好些的男男女女的都出来玩 我在出租车上坐了一个小时 然后打电话给朋友 发现我这手机怎么也无法解锁 重启了之后也没用 只能借用老师傅的手机呢 来打个电话 我打完了电话 我的手机突然间就响了 是一个未知的号码 接通之后 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 雪儿 赶紧下车 有危险 天哪 听着那声音 竟然是我死去的姥姥的声音 要知道 我姥姥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怎么可能会给我打电话来呢 我一下子就惊醒了 醒来之后发现 原来是一场梦啊 虚惊一场 下午四点 闺蜜给我打电话 说晚上有个party 还有神秘的嘉宾 让我赶紧的过去 我惊心的收拾了一番之后 拦了一辆出租车就出发了 这个时候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遇上了大堵车 出租车寸步难行 当时我的手机也是无法解锁 打不出电话 这跟我中午梦的那情景 一模一样啊 正当我忐忑不安的时候 在想要不要按梦里的外婆的指示下车呢 这个时候手机响了 是一个未知号码 我颤抖的接通了电话 没有传来外婆的声音 而是非常可怕的静谐 当时我尖叫了一声 命令出租车赶紧停车 我打开车门就跳了也去往外跑 那司机呢 也跟着跑了下来 喊着我 美女 你还没给钱呢 话还没说完呢 就听到轰隆的一声 我感觉背后有一股巨大的力量 将我硬生生的推倒了 我重重的摔到地上 当时膝盖胳膊都有鲜血流出来 爬起来回头一看 发现我乘坐的那出租车 已经面目全非了 后来才知道 原来那个出租车是烧天然气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在后备箱的气罐爆炸了 如果当时不是我及时下车 当然也包括那个司机 可能真的会命丧当场吧 事后我要感谢我的姥姥 因为是她通过托梦救了我一命 听了以上两个故事之后 大家有什么感受吗 是不是觉得挺神奇的 后来我查了很多的资料 对托梦现象 几乎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但是 它真真的就存在着 按照维度来解释的话 很大的可能性就是 亡灵存活于其他的维度 并且可以进入人类 所在的三维世界 人类在进入梦境之后 肉体得到释放 灵魂空了 可以脱离肉体去海皮 这个时候 如果遇到了其他维度的灵魂 就会出现托梦现象